27号 吴伟兰 二人 全场比赛的主材犯 孤孝杰 四号 佐里斯克 新西兰国家队的厂商队长 好的 前场的反抢 这是非常典型的国奥队的打法之一 但是传接球又出现了失误 那么在前不久参加法国土轮杯的比赛当中 国奥队应该说发挥的还是比较理想 但是在一些场次的比赛中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你比如说球员的基本功不是很扎实 那么技术不够细腻 传接球失误过多等等 另外体能不足 也是困扰国奥队的一个重要问题 好球啊 一套 来自上海生花的一套 比赛打了18分钟 中国国奥队是率先敲开了对手的球门 再来看一下 许波突然出现在了右路 团中球的质量还是相当出色 在两名后卫的防守下 于涛这个点针的相当好 投球向下一甩 批球是反弹入网 再来看一下 守门员巴蒂啊 这个球应该说球速太快了 那么虽然位置并不是很好 但是呢 巴蒂还是没有能够扑到球 这样呢 中国国奥队是1比0暂时领先 好球分到左路 13号 现在沈士导也尝试把这个曹阳啊 位置再向后拖一下 作为三个后卫中比较靠锁的这个卡车队员 这次后卫和守门员是配合非常默契 防守队员是倚住了取波 而守门员出击将球报到 好球 这个时候我们在禁区里可以看一下 起码有四个中国国奥队的球员 是在中路接应包抄的 那么这一点呢 与以往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那么据沈志导介绍呢 在接手这支球队的时候 最初的一项工作就是抓防守 那么确定了361的阵型打法 那么这是接手球队的第一年 第二年呢 战术打法虽然还是361 但是呢 要求队员在这个抢劫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对球的控制 还有穿接球的准确性 那么通过世青赛的比赛 那么应该说 前面一年多的工作啊 两个阶段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那么现在 在2002年呢 工作的重点将转移到 如何能够提高这支球队的进攻力 在正行打法和人员组合上 可能还会进行一些新的尝试 那么沈志导也 说这次世界杯之后呢 除了自己要好好组结 同时呢 把在国家队的教练工作所得到的一些心得体会 用于国奥队的工作上 同时呢 还要在七八月份啊 观看联赛 来考察一下国奥队的队员情况 但是由于世界杯之后啊 在七八月份将进行联赛 那么这些国奥队的球员呢 很多都是在假A假B的俱乐部队效力 所以也很难有这种长时间的集训 来完成他的工作设想 那么现在关于这些国奥队 参加亚运会的这个总体思想 好像还没有确定 是要成绩呢 还是干脆就为这个奥运会啊 选拔赛来做准备 好 后场强断 我们看看反击怎么打 于涛要求 左路没有队友啊 那么有时候啊 16号 那么看来啊 在防守的右侧 4号 佐里斯克和5号 佩里啊 有几个小的技术环节 显示队员啊 这些西西兰的球员 可能技术上还是相对要粗一些 西兰的球员啊 宇飙了 虞涛是又越位了 那么由于以前啊 习惯于打这个361的阵型的时候 打突前的前锋 所以虞涛有时候 某某一个人顶的比较靠前 那么现在呢 有一个 战术打法的转变 那么打一个343的阵型 其实呢虞涛应该 注意一下自己和 前锋啊 这个同伴的位置的接应问题 同时呢 一个人突在太靠前 往往会容易被对手进行这个躁欲位 从而瓦解整个攻势 主台判孙宝杰一声哨响 上半场比赛结束 上半场的比赛中呢 中国国奥队由于涛 是先入一球 目前是1比0 暂时领先 观众朋友 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7号 孙吉 21号 宗磊 28号 孙元峰 替下了16号曲波 18号杨军和9号隋勇 主裁判孙宝杰一声哨响 下半场比赛开始 那么下半场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进行了几个人员调整之后 国奥队目前的各个位置上 人员的安排情况 今天来到现场观看比赛呢 有北京前市民大常委会主任 市族协主席张建民 还有几位中国族协的专职副主席 严世多 张基隆和南勇 那么应该说 几位领导的到来 也充分体现了对青少年足球的重视 8号这个位置 应该注意一下 三个人包夹 把球断了下来 从下半场的换人来看 28号孙元峰的位置 应该是取代6号胡兆军 由于这个甲壁联赛 可能看的比较少 所以对于这个队员的特点 还不是很了解 那么通过这场比赛 45分钟 咱们来看一下 说明基督 中指Sa 在里面続起 夹地 这里 在里面 表达 注意不要越位 那么由于孙吉处在越位的位置 所以这个王胜没有传球 自己向里带的时候又被对手断下来 看得出来应该说在王胜拿球的一刹那 有三个队员是转身向对方的进区力插 但是这个时候一个是要注意不要越位 另外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 一个是让队友传球能够达到送到炮弹的目的 另外一个还要有利于自己下一步采取进攻 来 于涛这个位置不错 左脚打门 好球 我们可以算一下 从控场发动进攻到破门 只有两次传递 那么应该说这个地球 在前一段的国奥队的反复倒角过程当中 新西兰国家队的防线是出现了凶陷 当然这个球也有于涛个人能力的体现 你比如说他站的这个位置 左里斯克大概有五六米的样子 拿球以后向左移动 左里斯克再转身显然就骂了 左脚打门 这脚打门的质量也相当高 打了一个地滚球 我们看这个从后场的长团 几个动作处理的还是相当好 守门员虽然是身体蹭到了这个球 但是力量很大 球速比较快 还是钻进了往内 这样下半场打到12分钟 现在中国国奥队已经是2比0领先了 从刚才那次长团的位置来看 应该是11号森翔发起的进攻 好 又从两个后卫中间把球送了过来 虞涛中路有没有包抄呢 国家队参加过奥林匹克比赛 你们应该说虽然非常年轻 但是也看得出来这是新西兰在封线上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那么从这场比赛来看呢 由于新西兰的打法是这个4-5-1的阵型 所以它一个人托在前面 好像感到缺少一些同伴的支持 所以个人的威力还没有能够显现出来 我们看到场上杜威 3号杜威好像这个脚有点崴了 好像感觉有些不适 老球 注意于涛的位置 新西兰这支球队看得出来也是以边路进攻为主 那么在下半场开场阶段啊 十来分钟的时间里是打左路 这一段呢是又主攻右路 突破以后传中 好球 漂亮 13号 这是克里斯 豹肯诺格 中路接应投球攻门 那么这和上半场啊 中国国奥队的进球方式是如出一辙 再看 将球传出以后 我们中路的防守出现了空档 再看 在他投球攻门的时候啊 周围5米是没有防守队员 那么杜威呢 是上前封堵边路传中的球员 排除了四个人的人强 好球啊 这个球我们感觉好像钟磊啊 是向右侧移动了 但是球呢却从身体右侧 向左侧移动 球呢从身体右侧飞入了网窝 是不是在穿过人墙的时候 有一个变现啊 我们再看一下 打在了7号孙吉的这个 是孙吉还是这个 是7号余涛啊 后背上变现入网 这样下半场啊 打了32分钟 双方是站成了2比2 这个变现非常突然 让这个宗磊啊 反应不过来 再看一下 变现以后啊 角度非常刁 变现场 那么在2比1领先的时候啊 国奥队应该说是牢牢地 控制住了场上的形势 也有一两次很好的破门机会 但是呢 我已经在扩大比分 现在呢 是双方打成了2比2 当然像今天呢 是这种友谊对抗赛啊 不能完全以胜数来衡量 但是呢 在比赛过程当中 如果说气数和街 在处理的好一点的话 能够早一点 在扩大领先的优势 那其实 现在会更好打一点 那么今天啊 北京晚上这个天气 稍微有点闷热 不知道是不是 影响了对人的发挥 好 非常严格啊 捕食一分钟时间一到 主裁办孙宝杰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样在2002菲利浦 中国支队国际足球对抗赛的比赛中 中国国奥队和新西兰国家队 2比2占平 观众朋友 今天这场比赛就先为您转播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这场比赛的吸引人之处在于 赛前和赛中的两个落差 先是赛前 新西兰国家 江泽民说 今天有年轻球员担光的太阳神